湖北的疫情依然嚴峻 鄰近武漢的鄂州市小區不斷有屍體被抬出 警方管控升級 當地民眾質疑官方隱瞞疫情 最近中共官媒高調報導 各省支援武漢的醫療隊撤離 但有網友爆料 醫療隊並未撤離 武漢當地醫生也證實了此事 推特網友3月15號發視頻說 湖北鄂州小區不斷有屍體被抬出 隔天 另一推友發視頻稱 突發狀況 鄂州又在升級管控了 視頻中的一條街被封起來 接口有警察 18號 鄂州官方發布通知 放行滯留的外省人員和復工復學人員 但不包括前往北京人員 民間則質疑官方隱瞞疫情 最近中共官媒高調報導 各省支援武漢的醫療隊撤離 但有推友爆料 實際是外省的醫療隊頂替了撤離的 打臉的是 晚上又通知那些被換房的醫療隊 不能撤離 要繼續上武漢前線其他醫院支援 還有江西援助武漢醫療隊南昌大學醫副院 接到衛健委通知 要求接管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重症病房 武漢一名醫生也向記者證實 醫療隊沒有撤離 新唐人記者雄斌 中原採訪報導 目前為止地隱瞞疫情 在一起的醫院裏部 軍事部檢訪中